真的可以击败狼吗? 你知道猎狼犬的战斗力有多可怕吗? 你以为地球上最凶猛的狗就是脏狼吗? 狗是我们生活中最温顺的宠物之一 但是狗也有另外不为人知的一面 甚至可以在一场势均力敌的战斗中打败狼 今天我们就将带你探索一下可以打败狼的十条狗 据说第一个连熊都不放在眼里 第十个 爱尔兰猎狼犬 如果说你是一只狼 听到一只狗的名字叫猎狼犬 那么你首先要做的就是马上避开 然而真正的狼是不懂思考的 它们会直面而上 然而当它们面对爱尔兰猎狼犬的时候 它们不知道的是猎狼犬具有摧毁它们的独特状态 爱尔兰猎狼犬身高接近一五 重达120斤 与大多数狼的体型并肩而立 虽然它们看起来很平静善良 但遇到狼的时候也是无所畏惧 正如它们的名字一样 爱尔兰猎狼犬已有数百年历史 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狗品种 它的存在似乎就是为了用速度和狩猎方式 阻止狼群的进攻 毫无疑问 它出色地完成了它的工作 第九个 库达犬 一只专门为了欺负狼而饲养的犬 浑身恰似光秃秃的库达犬 却是一名实实在在的恶怪 雄性库达犬重达170斤 身高可以长到1米3左右 这无疑是要被列入大短的行列 也只有体型足够大 才能面对凶残的恶狼 除了体型巨大之外 它还有相当坚硬的头骨 肌肉发达 气势多多逼人 所有这些因素 都使它成为狼的恶魔 当然狼是群居动物 一群狼最终可能将其撕裂 但是 如果这是一场一对一的战斗 那么恶霸卡卡在十次中 能赢七次以上 这绝对是一个超高的胜物 第八个 蒲佐犬 虽然蒲佐犬的身高 只有60厘米左右 普通的狼都高贵于它 然而 蒲佐犬在身高上所缺乏的 却用重量和侵略性弥补了这一点 它的体重可达170斤 并且具有非凡的攻击性 这与关于这只狗的普遍认识 非常不一致 众所周知 蒲佐犬已冷静 耐心甚至是顺从而著称 可以成为一只体面的伴侣犬 但它们的血统来自日本 最初是作为斗犬饲养 它的名字来源就是引用日本的城市 直到今天 它也是日本斗狗中 唯一使用的狗品种 虽然蒲佐犬不是很大 但它已极具精热性而闻名 以至于在一些国家被禁止拥有 因为如果它被释放出来 那会非常危险 然而更危险的狗 却还没有出来